好 先介紹一下自己 人人都叫我做敏叔 很開心 後期的人把我的名字套進這種藝術 叫做敏叔私藝 我當然是受樂 因為越來越多人喜歡這種藝術 我亦都怕他失傳 因為我認為他這麼簡單的一種手藝 所以我四處去將他宣揚 將他教給所有人 甚至我在公園也都教給外國人 都希望他們吸收到多少 我曾經亦都跟傳媒講過 敏叔很大的抱負 就是希望將這種藝術 每一個地球任何一個波落 都有人做得到 你現在做什麼藝術呢 剛才有一位客人 他知道我們是籌款 他就叫我私 跟他行業有關的 我想他是做一些價值的用品 他叫我私一張談婚論價 嗯 是不是剪一些字句那些 祝學字句 是啊 祝學字句 你看看 你現在授什麼字 你現在做什麼字 談婚論價四個字 招牌來的 招牌來的 哦 我就會招牌來做招牌 哦 談婚論價 嗯 你學了多久啊 這一門的手藝 我告訴全人類聽 是我自己創出來的 嗯 因為我了解過 就是這樣做法的 都之前都 他們都不是這樣做 嗯 多謝你們了 嗯 什麼時候開始做啊 大概 83年 30晚第一張 是很無聊的做了第一張 嗯 就是純粹是興起的 是啊 就沒有任何的目的 是啊 為什麼你越來越喜歡做呢 那我想 如果 就是身為藝術家 來講呢 越多人 喜歡自己的東西 就肯定 越會 紅心復活 嗯 你現在打開很多Facebook 很多網頁 很多都有自己的介紹 嗯 那麼多傳媒肯跟自己做訪問 那麼多大學 都邀請自己去傳授給學生 那肯定它是有存在的價值 嗯 嗯 那麼你會連 想不收到你 每次做這些作品 要多長時間呢 還有你 每個月大概做多少一張 哇 每日都不知道做多少張 嗯 就時間呢 就看一下作品的內容 如果 那個作品 內容 豐富的 而將紙本身的面積不是太大的 那就用的時間多些 嗯 你如果是 將紙面積大 而那個內容又不是太多的呢 那就不需要用那麼多時間 嗯 那麼你做這些紙呢 我見你做這些 中文字這麼準的 有什麼方法 嗯 基本上可以說是沒有方法 你只要是練 我經常都是鼓勵學生練 哈 哈 我亦都跟所有人講 這個地球上 所有一切 哈 都是可以練到 嗯 就是有恆心就已經 是啦 嗯 那我 嗯 我用我自己 這麼久以來的經驗呢 就編了一道很簡單的過程 所以我去很多地方上課呢 那些學員都很精彩 在很短時間做到他們想做的事情 嗯 嗯 OK 你們都可以看到 我可以一心三用 不只二用 嗯 所以我亦都告訴別人 這種藝術 可以培養的人 一心二用 或者三用 嗯 嗯 OK好,謝謝你 謝謝 我叫敏叔 咦 這些是我的作品 好,謝謝 謝謝 謝謝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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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 謝謝 謝謝